大家好,又到WY成語動畫狼的時間 新成語動畫狼今天想跟大家說成語是關於事先防備的成語 三個成語都關於事先防備 大家可能會聽過幾個了 包括防彎眉眼 第2個是尾與囚謀 第3個是防眉倒漸 或是倒漸防眉 我想跟大家講仔細的分別 先講防患眉眼和倒漸防眉的分別 防患眉眼是禍患 事先準備,即禍患眉開始前 我要防止倒絕的出現 這樣就叫防患眉眼 它和倒漸防眉的分別是什麼? 其實尖和眉都是小的意思 想講什麼呢? 倒漸防眉 防眉倒漸 是想講什麼呢? 兩個倒轉是可以說的 是想講那些流動的幣端 未發大之前 我們會阻止它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用這個字的時候 其實是想講 有個問題會出現 但它在細微未發大 我們按了它 跟防患眉眼不同 防患眉眼用的範圍會廣闊很多 但這個是專子的幣端 有機會萌生 譬如我們說政局的時候很混亂 政府的時候做這件事 要倒漸防眉去燒你暖焗 這個做法 這個成語用法就對了 因為是說那件事 那個幣端未擴大之前 我們要撲滅它 雖然那個用法有少少分別 有質重點的問題 至於另外一個 實在叫美語囚謀 它的暖會暖是什麼? 就跟防患眉眼都會暖 但是這兩個字的時候 放在一起的時候 大家特別小心 我只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就會明白 先講美語囚謀解釋是怎樣? 未落語 囚謀 但你還是掛黃魚 你知不知道你們每一次掛黃魚 我會被人召喚出來 我游了這麼多年會累 讓我休息一下行不行? 囚謀引申做修補 把窗填滿它 未與囚謀做好準備 防患未然做好準備 兩個的用法是怎樣? 防患的患其實是和患的 所以用的時候 例句的時候 那件事本身沒有防患 沒有一個問題會出現的話 你用是有些怪的 我給了兩個例句 大家一聽就會異明很多 這個例句是這樣的 寫給大家 譬如說 我們現在說疫情的問題 經濟不景 我勸他什麼什麼什麼 先好做一些儲蓄 如果以後失業都不要緊 這個洞裡填什麼呢? 各位同學試試 填防患未然是OK的 填美與囚謀都OK的 你有沒有發現 我說他做好準備 防患未然是防止和患 一個就是美與囚謀做好準備 兩個都可以 因為我講一下疫情的問題 去失業、諸如此類 但下一句例句 就是一個用不到的 就是什麼? 讀給大家聽 為了孩子日後讀書所需 網上有這個例句 找出來很簡單 他就事先 什麼什麼什麼 幫我們傳了基金 這個什麼什麼 我們不能防患未然 因為整個句子裡 只是說為了讀書 他就什麼什麼 其實沒有和患的出現 我們不會用防患未然 所以在剛才這個例句裡 我們只可以用 美與囚謀 美與囚謀的意思是 事先做好準備 所以兩個分別 就是一個是做好準備 OK 防止有準備的意思 一個的質重點就是 防止和患 強調有和患的出現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 三個成員的質重點 都會各有不同 大家用的時候要小心點 這集到這裡 拜拜